现实世界中的鸟人 全球速度最快 由人体控制的喷射桩 人体、心智和机械的终极结合 喷射飞行桩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欢迎来到史上最惊天的建造节目 不可能的工程第四集第七集 大家好,我是安哥 英国汉普夏 飞行在英国单身的地方 航太工业的重量级玩家 都在这里展示最新科技 有一个野心勃勃的工程团队 要展示一件很特殊的东西 一个能让人类自由飞行的发明 个人喷射飞行桩 这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工程创举 是发明家兼试飞员 查理·布朗宁的心血杰作 喷射飞行装置有45公斤重 有铝合金、尼龙混合物和钢材制成 两个油箱里装了40升喷射机燃料 汇入四个位于手臂部位的 V型喷射引擎 还有一个在背部 全都有指尖调节的触发器控制 并且全部装在两个飞行盒内 用最少的装备将人类变成飞行机器 每年在航空展达成的交易金额 高达1700亿 工程团队希望他们的展示能让人眼前一亮 但是人类飞行的变数非常多 想要达成不可能的目标 一定会遭遇见人挑战 首先 飞行就代表着违反物理定律 要怎么让人飞上青天而不是去西天呢 一旦升空又要如何安全操作呢 工程团队必须向过去的先驱学习 一、装置形态 人类最早的灵感来自于大自然 工程师林塔尔是第一位鸟人 1870年代 他开始设计一系列的友谊机器 一切都建立在他对鸟类飞行的机械原理研究上 20年后 他制造了第一个滑象翼 凭借着对一面空气动力学的深刻了解 1891年的林塔尔滑象翼 改变了航空史上空升空 在1890年代 这位野心十足的飞行员 用一系列的滑象翼试飞了2000多次 花了5年 飞行距离从25米增加到了250米 好几百年来 一些古怪的飞行员就梦想着飞向天际 制作了一系列让人毛不耸然的装置 1950年代掀起一波新的热潮 将装置捡到最小 像超级英雄般的飞行 在英国某处相间 一个打破传统的工程团队 正努力把这个梦想带进21世纪 这项挑战未知的工程撞取 必须仰赖大量的错误尝试 2016年 查理首度将喷射引擎装在手臂上 花费了好几个月 用尖端设备进行修正 终于有了成像 航空工程师和世界级飞鼠装 定点跳三者 希茨对挑战人类飞行极限略知一二 他负责让查理的发明更上一层楼 但是鼠装转换成喷射飞行装 有许多难题 结合两人的飞行专程 经过数百个工时 他们有了工程学上的突破 找到了最好的装配方式 前臂各装两具引擎 后方装有一具较大的引擎 引擎和前臂间的相对角度很重要 稍稍向外伸展 能大幅提升稳定性 喷射飞行装的神经中枢 是飞行式提供燃料 和引擎状态的抬头显示器 其一航行范围是1400米 相当于28座奥运游泳池的长度 每小时50公里的急速 让它成为全球速度最快的人体 控制喷射飞行装 但是要让总重120公斤的物体 以如此高速前进 需要大量科技上的研发 悉词寿命解决这个关于推进的问题 二 动力系统 摆在面前有两个难题 一是如何产生 足以让人类离开地面的推理 二是要以节省燃料的方式达成 团队的灵感 依然来自历史上的工程师 1950年代 贝尔公司试图为美军研发飞行装 面对怎么让人飞上青天的难题 航空工程师摩尔认为 答案是火箭推进 他在50年代末期 研发出一款很不可思议的军事装备 第一个可以控制的火箭背包 后面有三个钢瓶 中间装的是氮气 旁边两个装的是过氧化氢 中间的压缩氮气 把两次的过氧化氢往外推 过氧化氢会接触到银制触煤 立即分解成水和氧气 引发强烈反应 产生高热把水变成水蒸气 以每秒1000米的速度 从喷嘴喷出 这股力量足以使人离开地面 让飞行员飞到10米的高度 控制急速为每小时55公里 虽然展现了令人惊叹的飞行能力 但MAR的发明有一个重大缺陷 推力重量比不够好 导致飞行时间只能持续20秒 这也帮查理的团队 排除了以过氧化氢的化学力 作为推进动力的选项 好在还有一种以煤油为动力的技术 煤油燃料的能量密度很高 但是相当稳定 所以是很安全的燃料 从喷射引擎喷射出来的主要是空气 这个步骤从引擎的前端展开 空气从进气口进入 压缩后与煤油混合点火 产生高热空气或气体 被压进喷嘴后推动涡轮机 协助吸入更多空气 产生庞大推力 团队花了好几个月秘密测试设施 研发特制的喷射引擎和燃料涡轮机 成果是燃气涡轮机技术的巅峰制作 每分钟11万7千转 气体喷出的速度超过2700公里 全装上飞行装 可以产生近1000匹马力 相当于人体拥有两辆法拉利的动力 这款质地小巧的引擎 大幅增加了飞行时间 短短一年的时间 工程团队的成果 从勉强升空 到可以飞行4分钟 下一个面临的问题是 如何自由行动 1984年 航天总署工程师威赛特 想出一个能让太空人自由行动的方法 让他们可以在太空缩外 进行无览索飞行 这项发明也许能帮上飞行装团队 3.操控系统 简称MMU的载人机动装置 让人类首度进行 未继缆绳的太空漫步 在无情的环境中 拥有全然的操控性 这种令人作舌的机动性 是被精准控制推力所制 飞行装的八个角落 各装了三具推进器 角度各有不同 提供了精巧和不费吹灰之力的操纵性 12公斤的氮气 提供了可飞行6小时的推进力 虽然很成功 但在太空中的无览索 飞行被认为太危险 MMU最终还是被淘汰了 不过它确实给了飞行团队很大启发 不同于MMU的驾驶 必须移动或引导引擎的喷嘴 以得到精准控制 飞行装使用手臂来引导 它们的方法是使用三个主要的推力点 形成稳定的空气三九架 五个引擎喷嘴都是固定的 手臂上可以用来简单的动作调整 形成喷射飞行装独有的 稳定三点向量控制系统 它们在水上花了很长的时间 调整这些先进喷嘴引擎操控 尾随灵活的水上摩托车 是微调控制技巧最好的方式 但是飞行的风险总是很高的 必须在飞行时进行及时监控 确认五具引擎都能顺畅运转 接下来这项通讯挑战的人是工程师维尔森 四通讯系统 团队提出的解决方案很有科幻片的味道 喷射飞行装使用的最新的发动机控制单元工程 尖端电子系统监控每一具引擎 以达到最佳效率 最先使用抬头显示器技术的 是战斗机飞行员 所有重要资讯都投射到飞行员的眼前 这个方法很棒 不管面场哪里都可以在正前方 及时看到所有引擎系统资讯 让安全大大提升 长达15个月的过程中 喷射飞行装团队想要傲视群雄 必须要有超快的制造技术 幸亏历史上已经有工程师提出了解决方案 五快速生产 1983年 美国哈尔发明了光固化技术 用紫外线光束照射液体形成固体结构 后来变成现在的3D打印机 这种扭转局面的发明 以超快的速度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细节制作 让涉及喷射飞行装的工程师 达成了不可能的目标 那么用这次飞行让航空业的人瞠目结舌吧 喷射飞行装终于升空 由5G微型喷射引擎推进 以最先进的材料包覆 查理也让人匪夷所思的飞行表演 标出了每小时48公里的高速 最后完美降落在卡车上 精准的画下完美的句点 藉由改良前人的设计 客服兼具挑战 把科技提升至更高的境界 这些工程师成功的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本期不可能的工程到时候就结束了 小伙伴们如果对这方面的内容感兴趣 欢迎关注安科 我们下期再见